天津市商务委和天津桥办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包括张文刚、高叶辉、圣姐、张武明、沈小敬等人访问洛杉矶,受到美国天津同乡联谊会等团体的热烈欢迎。 洛杉矶中领馆乔务领事卢明慧、陈小毅、洛杉矶知名乔商朱一鸣夫妇、李立、舌烧汉、林德县、颜柯、陈华、环兆启臣等人应邀与会,并与代表团成员亲切交流。 天津市商务委员会外资处处长张文刚等人在会中介绍了天津飞跃发展的经济形势和良好的投资环境。 今年6月将举办天津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堂会及世界侨商项目与商品博览会,特别邀请南加州的侨商能够参加,大家团结合作,共图大业。 美国天津同乡联谊会会长温贵鹏也表示,天津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天津为落实经济记、协同发展举办华博会, 希望海外的侨商能够踊跃地报名参加。 来向整个洛杉矶所有的这个侨商、侨胞传达我们天津建设的成就,希望大家互相转告,能够都到天津去参加华博会和继续未来的所有的交流。 所以天津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传统的它就是三大城市之一。 那么在近年的这个发展当中呢,又是京津冀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地区, 而且呢也是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节点,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 环球东方记者吕玉冲,洛杉矶采访报道。